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熊哥 崩坏 星穹铁道角色出太快了 受不了了 感觉全都是老婆 全都想抽 怎么办 此前原神的视频下面就有一个这样的评论 花火是铜鞋不能不要 黄泉是知名老演员 感觉强度肯定不弱 我玩追击体系 所以杀金还得抽 流音是天降女友 还是机甲美少女很符合XP 只跟鸟也很漂亮 感觉也要抽 这个可能就是最近很多星穹铁道玩家的缩影吧 杀金可能相对人气要低一点 但是剩下的我感觉 你们跟他是完全一致的意见 对不对 被我说中的把公屏打在确实上 目前性穹铁道2.0 黑天鹅还在up啊 还有这么几天时间吧 然后下班是花火嘛 高贵的限定五星铜鞋量子属性在现阶段 虽然我们对花火的具体信息一无所知 但是从官方的前瞻已经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能拉条能够产战绩点的角色 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 由于战绩跟终结机的目标很显然是几方角色 应该也是没有伤害的 很明显是对标不罗尼亚的具备一定的差异性的铜鞋五星的限定辅助啊 我跟你们说最好一般都抽了 你总会找到各种场景需要他们的时候的 如果你说你的预算在整个2.0只能够抽一张卡的话 只能抽一斤的话 那肯定是选花火的 黑天鹅相对而言 我更建议大家要抽就直接一魂起步了 所以是相对而言预算更加充裕的玩家的选择啊 黑天鹅零加零也是及格的在强度上面 但是你说要玩的爽啊 得加钱 我想最近抽了一魂以上的黑天鹅的玩家都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就是到最真的脱胎换骨了 对不对 他那个一魂确实提升太高了 并且在这个基础之上 在此前的视频 我已经开始给大家做预警了 一个角色的新魂 新魂1啊 全队的提升可以30%到40% 这个绝对是不寻常的 要警惕新魂进入2.0时代了 我再重申一次的 在这个时间点尽量要把票子把预算留到新角色上面 这句话在一个多星期以前说出来 还有一点猜测的含义在里面 现在就不是猜测了 前面那句话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 你也给老子听懂他给你选 你现在是去抽恶命的雷电将军呢 还是抽恶命的妇宁呢 时代他是会变的哦 当然你说抽恶命的影乐 接下来不是乱杀吗 他也是比较的乱杀 花火的登场对他也有一定的 补强作用 你可以选择继续补强 那至少爽完整个2.0大版本到3.0之前 我觉得问题是很小的 只不过我得实话说在前头 接下来有些老角色 他是80分的爽 有些新角色呢 他是100分的爽 只不止因为人家有环境 你要是能够插批补正这个20分的差距 那我觉得其实也不亏 但是如果你是慕名而来 听别人说 哇 恶命的龙太子太牛逼了 抽抽抽我就是强度的 那接下来有的你破防的 所以抽卡游戏 首先还是要有一点屁股不振的 我是不是在夜兰的视频 将近两年前的原神2.7 就这样反复的提醒过大家 你只为了强度抽夜兰 到时候破防的肯定有你一份 如果他都不行的 那其他角色不是更不行的 这种说法其实很抽象 也很蠢 我举个例子 你们就明白了 这就是像是2000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他拿着一张100块的大抄 四座宝贝 在床上滚来滚去说 我都很难想象这个100块不行了 50块和20块要怎么办 就是这种 感觉啊 我的意思是 那不管你认为会怎么办 这个通货膨胀还是会发生的 是不是很简单 很易懂吗 这个比喻绝妙道 纳西达都得喊我一声老公 哎 我知道我每次一提起纳西达 就总有人在那刷CP 我跟你们说 这种东西对我一点用都没有的 在我眼里 别人的老婆只会更香 只会更有那种 那种feel 哎 你懂的 说太清楚 这个视频就过不了神了 懂不懂 我就问你懂不懂 来 打太懂了 打在公屏上 哎 怎么扯得好像有点远 我们不是在聊新铁的抽卡规划来着啊 反正我的意思是 主c要抽新一点的辅助可以多抽一点 如果你选择了一加零的黑天鹅这条路 我相信你肯定也是有卡夫卡的 接下来爽一路问题也不大 圣穹铁道 你大概有一个目标 你比如说你四斤 五斤 六斤 投在哪个队伍 现在大概体系而言 配队可以拉出来个五六个吧 你就打比方说 把资源全部投在龙丹身上 投在豆子队身上 打混沌 混沌的难度偏低吧 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的啦 就反正玩家们玩着玩着 你总会大概的出现两对的嘛 你比如说你抽了一个2加1的龙丹 有一路他放了一个40虚数抗性的boss 你是疯了去硬打呀 那龙丹肯定去打另一路的呀 去抢时间呗 没办法 你这个你要是投资的多对 你可以硬打一下试一下 毕竟有武士的健康嘛 但是一般来说 你就尽量要让角色去打 不是逆风的环境的 只要有这种基础的战术修养 其实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心穷铁道 我觉得你投资给什么体系都不会相差太远 一般来说一个玩家开拓等级到6768左右 你抽卡如果比较走心的话 混沌12都是好满心的 如果满心不了也不用太在意啊 因为之前不是很多人说什么心穷铁道是1.2倍的福利 2.1倍的膨胀 什么的嘛 但实际上你也可以换一个想法 对吧 现在的心穷铁道就是你的10层11层12层加起来拿一颗心 一颗心啊 就你不要死人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拿到600元 你这样去想是不是就好多了嘛 就好受多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肯定有人要说 我在乎的是那点原石吗 那不就是了嘛 你在乎的又不是福利 是PVP10的自尊心呀 但是老实说就先铁 这种混沌12的难度啊 就你正常玩累积累积资源 实在是没啥道理 打不过的 而且心穷铁道有一点挺好的 就是他挺会迁就玩家们的XP的 你比如说豆子队都比较大对不对 除了霍霍之外 那个反正后面估计也会出一个比较大的一生的 心铁他不会说故意给你往一堆大的角色 队屋里面塞一个黑皮肤惊讶的夏威夷大叔的 同样的道理 你看量子队是不是全都是小鬼 像我之前不是分享了一个我朋友的账号码 他只抽大的和只抽小的 莫名其妙量子队跟豆子队就不错了 就成型了 他也不是说有研究过强度什么的 就完全按XP抽 那个队伍就自然成型了 真的一切就自自然然的 相对的 此前在直播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类似于这样的原神玩家就打死也不想抽男的 然后呢 就一个会聚怪的角色都没有 想想是挺痛苦的 三年没有一个会聚怪的角色 就靠着砂糖那点薛定恶的聚怪去打10层和11层 相信穷蝶到我就看不到类似的问题 不同的队伍都有一定的配套的感觉 就连追击队也全部都是公司的职员 也很适合各位公司厨 其实这样反倒设计的比较配套应该是更加能够提起大家抽卡的欲望的 就收集欲嘛 你可能有时候觉得自己已经有其中两个角色就想抽蛮剩下这两个要配套才好看 之类的 所以形成铁道 你觉得好像角色都想要 这个我只能说星铁确实角色设计的普遍有自己的特色 没有相对人权 然后他角色也塑造的比较大胆 其实把角色比较有性格不是什么坏事 反倒一个角色比较有性格在我看来是更加真实的 你说有些角色他性格比较白开水 像圣人那样也没啥不好的 但是背景呢 手游是长线运营的游戏嘛 你长线运营个三五年全都是 白开水生人的话 大家可能到头来要么就记都记不起来谁是谁 要么就觉得下一个角色好像跟上一个角色性格差不多 这样其实也不好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像桑博呀 花火呀 软眉这样在社区具备一定争议的角色 其实也没啥不好的 你像那些所谓的大人物选出来的支持率也就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算好的了 所以你干嘛要强求二次元的角色 塑造的 人人都要喜欢什么的 人人都喜欢的角色有这么一两个挺好的 你剩下的肯定要有人不喜欢的 当然了 凡事也是物极必反的 你塑造一个角色有百分之五十的人讨厌 可能还是太高了一点 大概百分之三十人讨厌 但是百分之七十人喜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线 你塑造的百分之九十人在喊打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能力有问题 没能力就不要瞎写 星铁一方面是他塑造角色上面 各自都塑造的挺有性格的 然后美攻各方面啊 角色的设计啊 又比较讨喜嘛 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你觉得抽不过来 我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有一定的规划的话 比如说你就是要玩多了队 你就是要抽进流狠狠的玩队伍成型了 打混沌记忆问题都不是很大 关键点在哪里呢 关键点就是一开始要有规划 你要玩哪个队 你要正常的去收集需要的角色 而不是东抽一个西抽一个 然后每个队都不成型 有时候 这时候角色确实会遇到逆风的环境 但是第三队凑一凑 我相信问题都是不大的 四星角色里面找一找 其实你不安提西抽也还好了 就比方说花火跟福玄 或者说你到了队里面的软煤和霍霍就哪怕是托帕也还算是比较万用插件的 我经常随便插到一些看似比较没有逻辑的队伍里面 在弱火的环境 你会发现托帕确实也能够顶上来 而且作用还挺好的 星铁的战斗策划有很多角色在设计时候都刻意的 去让他的配对并没有锁得特别死 所以即使瞎抽在大部分情况下 问题也不能说很大 星铁的负c和辅助真是还好的 其实我觉得行从铁道打不过的玩家恐怕是这样的 就是主c抽太多了 你认又要抽龙丹又要抽 净流又要抽 银支又要抽 然后警员又抽了 真理医生又拉起来了 刷仪器又刷的乱七八糟的 就是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 才有可能那个账号很痛苦 你像之前我不是说嘛 你如果不怎么磕金资源少 银支是应该跳过的 应该考虑到后面有软煤和花火 月卡玩家真的要会规划的 虚构黑塔也可以顶顶的Modern good enough了 你如果真的很喜欢银支 喜欢他的人物塑造XP抽卡 那无所谓 那你来这里肯定是问我强度的呀 月卡党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 接下来连着花火跟软煤的版本 你先把票子划在银支身上了 显然就是划不来的 你这个生存又不抽呀 辅助又不抽啊 除此之外 我看不到平民玩家打混沌会特别痛苦的可能性 你要玩什么样的队伍 一开始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其实就挺好的 你就算没有目标 确保好了生存 多抽辅助和负c 问题也不大 就比如说花火跟黑天鹅 按照一般的逻辑肯定是优先保花火 他有这么强的泛用性嘛 但是你准备了两个斤的资源倾斜给黑天鹅毛病也不大 各有各的特点特色 各玩各的就挺好的 至于花火抽一加零还是零加一之类的问题 甚至是不是零加零就好 这个要取决于后面的黄泉的强度 到底怎么样 目前黄泉没有太明确的消息 也没有确定的消息 他可能突然强了 他可能也突然不强 你不知道他上线之前 他就是一个许定二的状态 你摇来摇去 今天嗨了 明天失望 没有必要 我觉得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首先黄泉他是不是祖C 如果他是祖C 作为一个祖C 他有多强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作为一个祖C 花火能不能辅助他 他们之间相信怎么样 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如果两者之间兼容性一般 那么加钱可不可以解决 这些很多因素其实都是影响资源的分配 最优解 这些我们可以稍稍等一下2.1的前瞻直播 更多的消息公开了 再好好的来深入黄泉 大家在这里 我们也还是可以总结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崩坏系列的女演员 那些女主角们普遍都是悄悄给优待了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姬子在虚构是很强的 只是当时没有环境给他去发挥罢了 也就是说在常驻池里面 最值得练的两个角色 他其实就是大鸭跟姬子 然后再说说希尔1.0时代的机智怪 绝大部分角色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都是体系上面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的 确定是有的 但是希尔的体系却是完整的 有四个人的蓝图是填满的 我还做过一期视频跟大家讲解过布罗尼亚跟希尔之间 在设计上是怎么样相互调轴的 并且在那个普遍大家新魂提升都不高的时代 希尔的一魂二魂提升是比较正常的 你只看前面两个新魂跟后面出的毁灭3c都是比较捷径 打0t的能力很强 去虚构执法的能力也有 不同意1.0时代绝大部分的主c 他要么在混沌强了在虚构就有点也难尽 要么在虚构强了在混沌就有点也难尽 希尔算是少有的 复养之后两边都有回报的机制怪 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投入低的时候不太好用 然后高投入的时候想要打出高火力呢 也得看手法很吃手法 这个我觉得倒是无所谓了 彼此之间一回生两回熟嘛 慢慢玩熟了 那个感觉就来了 你要磨练磨练技巧 你就会慢慢找到玩他的时候更加舒服的那种节奏感 玩游戏嘛 最大的成就感莫过于当你慢慢的熟练之后能够找到的那种感觉 剩下的女演员还有银狼也不用 说他是新穷铁道第一个命座战士 在上一个视频有很多玩家感到奇怪 为什么我打0T的时候银狼一个一掉下来打了差不多9万啊 多少少见多怪了啊 这个还是我懒得给银狼改配装的情况之下的 银狼如果换上攻击绳子 然后软眉变成花火的话 一个一打上15万都不奇怪的 到时候一个大招就是35银狼这个角色 他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他是六魂断牙式伤身 就导致他在社区的风平存在一种 高命的真实价值被低命给拖累的现象 你说对平民玩家是不是不友好 是的啊 但是这并不妨碍高配的银狼强 这两件事是属于独立事件 其实龙丹也是命座战士 他0加1并不出彩的 但是二命是绝大部分玩家可以守身道的地方 所以相对额言风平就会好很多 银狼他确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他1加1还在那儿 有一点唯唯诺诺 然后到了六命就突然中全出击了 对于普通玩家而言 你要说 太奢侈了一点 我也同意 你其实可以回想一下 银狼出现的时候 绝大部分角色的新魂都是什么水平 看看罗刹跟警员 这还是信雄铁道的策划心软的情况之下 在银狼上线的时候 调低了全服怪的效果抵抗 搞到他恶魂的价值被连累的情况之下的 当时信雄铁道的想法 一眼看过去很明显 其实就是为了顾虑平民玩家嘛 但是让银狼的恶魂肯定是遭到了一点拖累的 但是在那个时间背景之下 你想想当时银狼后面 都是罗刹 新魂都是傻水平 在后面是卡夫卡 呵呵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银狼是被偏爱的啊 你如果是银狼厨子的话 还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有些角色的厨子真的是斩新魂斩上来了 就也有一点那种感觉就很不爽的吧 我跟你说啊 我做视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提出的很多观点其实都是超前的 然后一两年之后回过头来一看 进入了时间的考验 我想问啊1.0时代 尤其是前期 你只抽一个满命角色 谁的保值率可以消到最后 谁的价值能比银狼高 首先罗刹跟警员不用说的 直接排除 希儿理念不错 但是在那个时间点 设计师不敢给他的数值给的太高 机制是挺优秀的 可是差点意思 希儿是最早拥有完整体系的角色 这也意味着他的数值给拆到了剩下三个角色上面 必须做均探 然后呢 毁灭3c 全都是主c 你不要跟我说保值性了 就包括银只 我可以告诉你们 接下来2.0 的主c 水平一旦上去了 你就会发现银狼可以跟那个2.0大谁组队啊 我猜啊 我猜接下来有个主c 队伍里面塞个6命的银狼 感觉挺不错的 你要是有一个6加5的银狼 那是嘎嘎爆炸的 但是毁灭3c肯定是不行的 进流跟龙丹肯定是打不了负c的啊 剩下那个稍稍有点争议的认 他甚至没办法在龙丹的队伍里面打负c 那么你有什么自信认可以在黄圈的队伍里面打负c呢 主c就是这样的嘛 他们相互排斥 是的呀 在此之前原神的视频里面 我聊到过神里灵人跟纳维莱特之间对吧 然后当时评论区有一个玩家说 哎回想一下6加5的神里灵华抽了之后也好久没用了 你想想是神里灵华不够强吗 是神里灵华不够乱杀生怨吗 不是呀 6加5的神里很强的 数值很高的 但是有很多的玩家他抽了6命的神里6命的一斗6命的灵人 慢慢的就没用了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他有了6命的夜兰 他有了6命的纳维莱特 剩下的主c慢慢的就变成仓馆了呀 然后你回过头来想想 哎呦 早知道少抽一点主c就哪怕把万叶给满了 万叶的命作对辅助没啥用的 但是也比不上场的有用了 6命的也变成仓馆了呀 你抽了一个1.0的隐约 抽到恶魂不错 但是接下来呢 你将会见到2.0的隐约 并且可能不止一个前有毁灭3c 后有说不定虚无3c呢 到时候你就会发现6命的阴朗可以跟新的主c们搭配 表现也不会太差的 也许有人要说 那来一个大银狼 银狼不就落魄了吗 哎呀 呸 来一个大银狼能不能跟银狼一起上吗 反正两个都是辅助 他不妨碍我直接双飞-c的呀 我跟你说啊 我就算同时上三个银狼 我也伸缩自如 有任有 哎呀 这个其实就跟普通玩家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差距了 一般玩家的想法肯定是一个格子放主c 一个格子放生存 剩下两个格子给辅助竞争 然后银狼必须在这两个格子里面竞争上 对不对 错 大错特错 六魂的角色是奔着零踢去的 是奔着用屁股操作也能零踢去的 听懂了没有 也就是说实际上当你有48斤这种的时候 你其实是不用带生存的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那混沌那种逗逼难度肯定是不用的 也就是说银狼这种可以打输出的辅助 他保底是三个格子里面竞争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呢 他实际上是可以不需要上主c的 卡夫卡其实就定位上就很迷糊呀 卡夫卡是主c吗 你说不清楚的 再加上对于零踢玩家而言 银狼上错弱点不是问题 因为他们早就习惯了凹了 也就是说其实星穹铁道啊 能打的辅助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48斤阵容的话 他实际上可以上4个负c的 就甚至主c都可以优化掉 希儿算主c吗 我敢说在很多零踢里面 他希儿都不一定是主c 在此之前高配希儿经常平a来给银狼出手 只要轴对了 轴漂亮的 他就是最佳轴 听懂了吧 也就是说在星穹铁道负c辅助 抽到顶配之后 他是四个格子里面增到一个格子就可以了 上下两队八个人里面 他有六个格子 六个就业空间 甚至可以是八个 但是主c不一样 主c永远都是在增四个格子里面的唯一的那一个格子 我是说纯种主c啊 纯种主c永远只能够抢那25%的就业率 最多25% 这也就是为什么主c的竞争压力很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主c你抽到第三个开始 就算是满命 你也大概率会有一个人在仓管 我话说到这里 其实有智商的人早就已经听懂 知道六蜜应该抽什么样的角色了 还在抬杠的 我只能说活该你花冤枉钱 或者可能再说 我祝你到时候黄泉带着刃跟龙丹的配对 打得舒服 打得舒心 好吧 真正懂游戏的主播就是不一样的 好吗 这个就叫做什么 这个就叫做专业 这个就叫做水平 没有人比我更懂满命 除了银狼之外 满心魂的浮旋跟软眉也挺符合我的胃口 但是差强人意的地方也不是没有 比如说你浮旋那个新魂二是复活 对不对 打灵体要怎么复活 你复活 你是什么灵体玩家 然后浮旋一方面也比较好针对 最近的萨姆就有明显的类似的性质了啊 接下来的boss老实说也不容乐观了 都开始看起来有一点想要逼浮旋去打持久战的感觉了 再加上我前面也说了 高精阵容往往是要优化生存位置的 与此同时呢 现在新铁的同学 限定同学啊 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多了 就显得浮旋跟霍霍你抽到满心魂的话 他们的进攻端贡献虽然说比罗刹要高很多啊 但是有点也肯定比不上辅助的呀 我当然理解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意见 就觉得董哥 你不能用零T的角度去看角色的 你什么满脑子就是零T 但是你不打零T 你生存位置真的也没有必要抽到满魂了 我感觉傅玄和霍霍抽到恶魂一魂也很优秀了 也可以了啊 就我意思是说 你如果不是说每一期都6加5随便乱抽 瞎机抽的 你要讲点性价比 可能一年就满魂两三个角色 我是不推荐你把这个预算放在生存上面 你可以抽 但是生存位置恶魂性价比已经很高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话题收一下 你说崩坏系列的女演员们 大型兄弟到有没有受到特殊的待遇 你说没有 我都不信 你像大小鸭 稀儿还有鸡子 数值上其实是看得出来 他们是蛮严格的 就装的挺严格 但是机制上看得出来 屁股其实是挺歪的 就有一点明显的是把长期来看保值的机制 刻意留给了他们 当然成本也不低 这也是事实 稀儿跟银狼都需要富养 但是设计有没有用心 肯定是有用心的 那么接下来华 安全的原型是谁 牙医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2.1好像还是周年庆吧 手冲要重置是吧 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克服困难的心理准备 2.1的角色已经确定了 挺可怕的 你想象一下2.2剩下的还有流营 鸡翅膀男孩 只根鸟还有谁 萨姆是吧 我们就假装不知道萨姆是谁 想想这个阵容就挺可怕的啊 你2.1明知道他已经要手冲重置了 知名女演员上线 他后面居然还大概率连着主线的女主角不给活路啊 真的太不给活路了 大家有能力消费的可以提早做做准备啊 没能力消费的 我建议你可以心态也放宽一点 放长线钓大鱼嘛 对吧 你也可以等复刻 像我前面所说的 等到你复刻抽角色的时候 你可能就只有80分的爽 但是80分的爽再加上20分的XP也是可以做到100分的 玩游戏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心 开心的 最强度 OK 今天这个关于新穷铁道 未来新角色的展放的视频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后续我还会在发火上线之后 发布更为深入更为详细的视频 感兴趣的不要忘记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视频一键三连观众的频道 后续连难度的去 又更有含尽量的游戏资讯